DELAY效果器 HELLO HELLO 這裡是MadeZin 指揮這些系列 今天要講Logic Pro X裡面的DELAY效果器 好 所以我們來開一個空白的新檔 然後 來開一個軟體樂器好了 如果要嘗試 DELAY效果器最好的 素材呢 就是使用聲音短 泛音多 的樂器 比方說一個鼓的beat 或者是一個和弦 都可以 如果你泛音少的話 你就沒辦法去聽到 DELAY出來的音色 它的音色會沒有辦法 有更多的細節 那如果你的聲音太長的話 它就沒有顆粒的 DELAY的感覺 可以讓我們聽到 所以在這邊呢 我想要選一個 我自己偶爾會使用的音色 在SAMPLER裡面的 合成器 的CORD類 CORD類音色 CORD類音色很方便 因為它按一個單音 它就可以是和弦了 那我在這邊使用我的MIDI鍵盤彈奏它 好 它的範音其實蠻少的 我們看一下 開個EQ 你可以看到它的範音 對 範音有點少 所以 我再換一個音色好了 就是CORD類的音色 FILTER OK 這個才叫做是 範音多的音色 好 那接下來呢 我需要短促 的 的這個 聲音的內容 所以我可能就 Key一個簡單的 好 好 那 在這邊使用CAPTURE 我把我剛剛 錄的東西 抓下來 稍微 要不要對拍都可以啦 好 稍微 意識一下對一下拍 好 好 所以我 有這樣子的PATTERN 好 那 接下來呢 在 不是Sample 齁 在 Logic 裡面的DELAY 呢 我們今天要講的 有三顆 Echo Stereo Delay 跟Tape Delay 這三顆 在講這三顆之前呢 首先 我要先介紹一下 Delay 應該會有的參數 我們直接用Echo 這個Delay效果器 介紹 在Track上面的 Audio Effect Audio FX 這個區塊呢 點一下你可以開啟 這個 Audio的效果器 在Delay的選項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Echo 好 首先呢 在Delay 或者是 任何其他效果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參數 其實是 Dry Weight 就是乾濕筆 Dry的部分呢 表示我們聲音 原來的訊號 就是完全沒有效果音 Weight的部分呢 表示效果 本身的音量 好 所以如果你開著Weight 然後去按這個MIDI鍵盤 你就會發現 按下去的瞬間是沒有聲音的 因為第一聲 是Dry的部分 是它的原因 那Delay呢 就是 讓你原來這聲音 經過 第二個參數 叫做Delay Time 再播放出來 好 所以接下來呢 你會聽到 我的Delay Time 現在也是八分音符 就是它會 做一個八分音符的Delay 我可以播放Click 給大家聽到 它基本上是這樣子 但是 5 6 7 8 2 3 4 5 6 7 8 所以它是八分音符 那再來呢 Delay的Feedback 就會決定它 這個Delay 打回來的次數 重點是次數 不是說Feedback 越長 它肯定就會越長 是Feedback 加上前面的Delay Time 所以如果 我今天八分音符 的 49的Feedback 跟 4分音符 的 20的Feedback 有可能 4分音符 20的Feedback 它延續的會比較遠 因為它每一次是4分音符 所以比方說 4分音符的 比方說 22%的Feedback 代表的是 它會打回來兩次 那8分音符的兩次 很快就消失了 跟4分音符兩次 就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Feedback 真正的意義 真正的意義 是打壞的次數 所以 在不同的Delay Time 你可能會去 需要設定 不同的Feedback的量 好 再來呢 就是 在這裡叫做Color 那我在這邊叫做Tone 就是Delay這個效果 其實通常會附帶 一個音色的部分 所以Color往上 代表是你的高頻 比較明顯 低頻會消失的 比較快 讓它快一點 後面聲音就 馬上就變薄了 那Color往下呢 就表示高頻會消減的比較快 音色會越來越悶 注意是越來越 它會 就是因為Delay都會衰減嘛 那高頻衰減的比低頻快 所以它是越來越悶 第一個聲音 還有一點高頻 第二個聲音 以後就會越來越少高頻 好所以我們來聽聽看這個Pattern 現在就變成 好我讓這個 整個這個 這個部分速度慢一點 我降低這個BPM 我降低這個BPM 那在這裡呢 你另外還有三連音跟負點的選項 好我把這個音符縮短一點 我把這個音符縮短一點 好我把這些音符縮短一點 我們把它加速一點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的delay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delay 比方说是stereo delay stereo delay打开以后 看起来好像非常巨大 可是不用害怕 它其实是同一颗delay乘以2 左耳一颗右耳一颗 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去判读它 它现在是左耳的delay是四分音符 然后它的音色在这边 你可以选择它的低频高频的分界 然后它的feedback在这里 close feed left to right的意思是 左耳的delay它会同样的打到右耳去 所以它会来回打 所以我们听听看这个左耳四分音符 右耳八分音符的delay 好 改变一下右耳的delay态 我通常会使用不同的delay态来制造一个 不同的delay态放在短的音符后面来制造一个grooving 制造一个律动 特别的地方是这个stereo delay 它有这个stereo link 可以让你调一个参数 就同时动到左右 这个非常的方便 注意到刚刚这个feedback声音是哪来的呢 是它的左右feed加上原来的feedback超过可能八十九十甚至一百之后呢 它就会因为feedback的量越来直接来不及feedout就feedback回来 所以音量会越跌越大造成一个真正的这种数位feedback的效果 你只要feedback的量少于一百基本上就是安全的 碰到一百的话 你就可能会遇到feedback 要注意的是feedback超过一百 就算你停下来它还是会一直在那边 你把音量跌上去 所以要注意 这个东西可以把它缩小 那你说A两个可能都很少 五十几五十几个加起来六十了 加起来一百了 然后它还是会feedback 那讲到feedback呢 就不能讲到我们第三个delay的类型叫做tape delay 好 tape delay基本上就是为了feedback而设计的 所以这样我们有delay time 我们有这个音色 那音色的部分呢 它还增加了这个clip threshold clip threshold的意思就是 我的delay会不会很快就打到 这个装置的最大音量造成破音 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在character这边它可以进一步限制我们因为feedback制造出来的这些delay噪音 它可以变成只有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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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得到一个音量非常安全的delay效果 另外呢下面这个modulation的区块呢可以让你这个delay增加一些不稳定性 比方说音量或pitch上的不稳定度 intensity表示不稳定的这个数值大小明显度 rate表示不稳定的速度 好所以就像midi可以叠乐器一样的delay我也会有时候会建议 可以堆叠数个delay一起使用 所以比方说我在这边用stereodelay做比较宽的设计 然后呢我用tapdelay做破音的设计 然后呢我用tapdelay做破音的设计 另外你还有splay的可以增加它的空间左右宽度 所以高频的stereodelay在这边 中低频的这个破音delay tapdelay在这里 那你稍微甚至可以把这个output drive拿掉 只有wait的部分可能你会觉得混音比较方便 我们调整stereo这边的这个feedback的量跟output的量 所以这个就是在logic里面的 我个人最常用的delay的用法 还有组合 还有它的原来的概念 我在这里少漏了一个参数叫做fx level 好这个节在下一个会讲到 我们有的效果器它不是用dry weight来分的 它会独立有个fx level就是效果器的音量 可以调整 那通常有这种独立效果器音量的效果器 所以你增加音量的时候呢 会可能会需要把原来的dry 原来的音量缩小一点 不然它原两个声音加起来就会过大 所以比方说像tapdelay 两个output加起来是百分之百 两百 所以音量就会比原来的只有干的音量的声音来的大 那可是像echo oh sorry 像这个stereo delay 它是比例的 所以output mix 百分之百就只剩下全部weight 原来干的部分的声音会自动把你拿掉 好这个东西它就不会增加到整体的音量太多 好当然如果你把feedback加到百分之百以上 还是会超过原来的音量 所以在logic里面有这两种 代表delay干湿的处理的这个参数的方式 一种呢是干跟湿分开音量调整 你可以不理这个百分比啦 它其实就是当作两个音量 另外一种呢是干湿是对比的 就湿的多干的就会变少 此小比少 所以注意一下这样子的组合 会不会让你的音量在最后output的时候爆掉 你得到的是一个已经破掉的声音 OK 要保持我们的讯号的完整讯号的干净度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浪水里面会用的delay 下回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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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